今天是4月16日 是復活节的八日庆期的星期四 主耶稣基督復活了 那你呢?你復活了没有呢? 天主圣言这时都是我们路途中的光明 也是我们每日復活力量的全员 因为我们围着感恩和喜乐的心 去聆听上主今天给我们的喜讯 内容来自《路加福音乐》第24章 那时候阿玛乌两位门徒返回耶路撒冷说了 发生在路上的事 以及在耶稣抹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 他们正谈论是耶稣站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惊慌害怕以为见了鬼怪 耶稣便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惊慌呢? 为什么心里疑泪呢? 看看我的手和脚分明是我呢? 你们摸摸我就知道鬼魂 没肉没骨 但你们看我又 说着耶稣就伸出双手双脚给他们看 他们又惊又喜 自己还是不敢相信 耶稣又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吗? 他们给耶稣一块烤鱼 耶稣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 然后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我和你们在一起时 对你们说过的话 在门失法律书 先知书 或圣灵上 关于我所识的每件事都必须应验 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智 让他们明白经书并说 经上记载 基督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日中复活 且必须因他的命 宣讲悔改 并得罪过的赦免 从耶路撒冷开始直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一切事的见证人 为了证明耶稣的死亡不是意外 耶稣他开启了门道的名物 使得他能够明白 古经所记载的全部都是指向他 并且在耶稣身上实现出来 由始至终 天主向他的受造物讲明 耶稣基督是所有事物的圆满 在历史当中 天主仔细地去工作 为了准备那个特别的时刻 就是他的圣子耶稣 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赚得救恩 经上提及到每一件事 每一个先知的许乐 每一个祈祷 和自主的说话 和梅塞教导的所有部分 显示出天主的另一面 和他对子民的爱 从起初天主就向我们 讲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 并且以多种方式 带领我们去接受耶稣基督 所带给我们的荣生 直到今天 天主仍然是天主圣言的一个总论 福音时都充满着 和复活的主相遇的故事 以及表明我们都可以认识 从死当中复活的耶稣基督 耶稣不单止被提升到天上 也都很隐蔽在我们当中 直到第二次的来临 天主从光明中复活 他愿意和所有子民分享他福音的喜乐 和希望 以及接受他圣神的生命 认出一种战胜罪恶和死亡的新生活 香港有个神父叫做 田义治神父福丁 三年前 他慶祝他进读的六十周年 他返回他的故乡 他都带同西贡教友 一帮教友去他的家庭祝 是很開心的 所以使得西貢班戒友 都跟他鄉下的人 能夠熟悉 最近意大利 新冠肺炎 重災區之一 他們主動班戒友 就送了 口罩 幾千個口罩送給他們 但是可以在3月中 寄出去 就差不多盛州的時間 他們收到 那邊寫封信 或者他們寫信給那邊 他們說我們的情誼 就要3年前已經建立了 見到你們有困難 我們能夠為你們做這麼少的事 只是送一些口罩給你們 但是他們收到非常感動 那邊意大利的親友 他們回覆的時間 我們不能翻譯英文或者中文 不過我們能夠只是 用一些說話來表達 特別記得福日式神父聖人 他所說的 愛是人人都能夠懂的意願 這個很有意思 那我們繼續為不同的需要祈禱 我們繼續為Dabora的爸爸 現在在垂液當中 為他能夠走最後一段路 能夠平安 也都繼續為一些前線的醫護人員 使他們能夠有力量 能夠面對每天的挑戰 我們一起祈禱 人次的上主 你已經召集各民族 共同宣認你的聖命 他們使所有恩性 使而重生的人 能夠在內心保持信仰一致 行動上精神團結 力行人愛 因你的聖子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祈禱和你及聖神是唯一的天主 永生永皇 對嗎 尼莎雖然現在暫停 不過愛仍然要繼續 正如聖人夫日式神父所說 愛都是人人都能夠聽到的語言 讓你能夠深懷大愛 做好每天的事 天主報有